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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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好在練後三角 就來問一個有關於後三角的問題 有沒有打算升第二胎 欸 哈哈哈哈 這個後三角的問題嗎 順其自然 順其自然 但現在大概一週都幾次 一週 你是問什麼幾次 對 大家好這次Pia格 今天呢來到一個非常特別的地方 請了一個非常特別的來賓 大H 嗨大家好我是大H 好那今天就要來訓練我個人覺得 男生最重要的部位 肩膀 沒錯 那聽說今天大H剛好在跑一個新的課表 可不可以來介紹一下 今天非常剛好的我 因為今年才剛開始 所以我也給自己一個 全新的課表 然後我剛好最近 從去年的維持期 其實我維持蠻久的 就是低體質的情況 我維持蠻久的 那今年我會讓自己 安排一個 比較明顯的增肌期 就是體重變化會大一點 所以一個全新的課表 我自己 今天 也是第一次跑 唉唷 所以我跟你 共享你的第一次 共享我的第一次 水喔 那今天這個課表 有沒有說是特別專注在 什麼地方的發展之類的 其實我的訓練 就是我都只有分部位 所以現在每一次的 每個部位的課表訓練 其實我都會是全方位 就是全動作 全角度 不會針對單一的鐵拳 了解 好 但是今天的比較特別就是 節奏會稍微快一點 然後會安排一些 可能三個都加在一起的動作 唉唷 但是那是在比較中期 前面我們還是以基本的 標準的那個單一組為主 好 聽起來非常的刺激 還可以 練下去 練下去 好 等一下我們第一個動作 其實就是 非常常見的一個基礎動作 啞鈴胸推 胸推 沒有沒有沒有 講錯了 啞鈴肩推 啞鈴肩推 講說胸推也可以練到肩膀 也可以也可以 前三一下 等一下我們第一個動作 就是啞鈴肩推 然後大概會做 八到十下的次數 這個課表 更專注的就是主肩休息 我們這樣休息大概都是一分鐘 所以變成是很可能 你做完就我做 我做完就你做 然後這樣子五組 現在是我們第一個動作 五組 OK 對 好 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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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久沒有做幾乎90度的啞鈴肩推 你這樣可以嗎 可以啊 所以這樣頂著OK 可以 所以你是怎樣推到 沒有我就是大概半年沒練腿 然後我上個禮拜練腿 然後就很痠 然後結果昨天不知道怎麼 就很痛 然後就腫起來 不是急性的嗎 不是 可能 身體告訴我不該練腿 哈哈哈哈 對 READY 我會跑多久 我覺得正常應該順利的話 就是如果都完全有直接控制 然後從第一個動作到最後一個動作結束 應該是70分鐘內 那很OK 所以大概一個小時 如果就完全是一個小時 快速簡單 那我們大概再做一組暖身 我們就要正式組 然後等一下這個動作 最主要就是屁股盡量往後推到底 不然的話會比較像我們 做的是稍微斜一點的那種肩腿 然後角度會有點不同 所以等一下這個動作 這樣子的角度有關係 所以用重量沒辦法到太重 就是如果你跟比較斜板的肩腿來比的話 所以我們等一下就看情況慢慢加 因為我也不知道能做多少 好在做的時候肩膀 就是手的 往外開的角度 就盡量是在身體兩側 但是以不會不舒服為前提 如果有點壓迫的話 我們就往前帶一點就好 我們在一起 我們在一起 水 好放回去 你平常訓練會帶護肘嗎 不會 從來沒帶過 真的假的跟我之前一樣 因為護肘它就是增加你走關節穩定 然後因為它有一個張力在 我覺得它也有幫助你推的動作 那我們在做推它是雙關節 一個是肩一個是肩 所以它幫你的肩我覺得OK 因為它最主要受力還是在我們的肩 所以能做的重量會比沒有帶護肘稍微大一點 但是我覺得對於你的目標肌肉的刺激 雖然說是有它幫忙 那對目標肌肉刺激是可以更突破 Team join 了嗎 Team join 了 買下去 買下去 我要幫你或是你要幫我 大概就是最多補到兩下 一般都不用補 除非這種變很慢 然後補一下把它完成就好 那都是靠自己來完成動作 這次主要開始了 我們等一下就做8到10下 因為主肩休息比較短 所以一定中間會需要調整重量 通常是越來越輕 我們只要做 可能這一組做低於8下 我們下一組就減輕一點 沒問題 這一組高於8下我們就加重 就慢慢的來 好 探索動量 所以你也不會用拉力帶 不會 也是好用 練背的時候用 沒有 練推的時候用 練推的時候用 有時候你在做錢幣會 汗語比較多 尤其是拿西亞語的時候 這樣子就可以 減少一點體力的消耗 裝備歌 裝備歌 真的應該開始用一下 自己練不大家靠裝備 哈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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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3 3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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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9 9 10 這邊這個大南瓜的感覺 1 1 1 2 1 2 2 1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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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2 1 0 1 自己喔 自己 來 好球 很少從第一個動作就主修那麼短 對啊 因為第二個動作通常重量會大一點 對 所以修久一點 我之前都是這樣安排 所以 會讓自己 聽習慣一下 不一樣的刺激 今天主來 練完再講 好 來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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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第一個動作結束 現在第二個動作 第二個動作我們要做槓片式的捏身 Hammer 然後我們也上去 OK 走 好 我們第二個動作 做 Hammer 就是加槓片式的固定式器材 然後一樣抓8到10下 高於10下就加重 低於8下 我們就減重 好 直接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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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儿 一会儿 呃 呃 呃 哦 走走走 哦 靠 哦 我们已经在那个 议题的交流了 真的 哇 Pro 的汁 通常你一个课表会跑多久才换 我还蛮free的跟身体走 这次因为我都是先排 我就是完全照课表跑 我至少会可以自己 抓到四到八周是至少 那如果觉得很快就适应了 或是说强度不够 或是说强度太高 可能最久八周就会换了 对 但是如果跑起来我觉得很舒服 而且重量持续的有在进步 可能八周以上 十六周 四个月到半年都有可能 就看情况 那有没有说这次是 觉得自己哪边比较弱 然后想要多加强一点 对我来讲我觉得 全部都要加强 对 因为我觉得 我虽然是没有一个很突出的部位 那也相对来讲没有一个特别弱的部位 但是我就是整体来讲 肉量都全部都要累积起来 全部都要累积 可以 来 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来 好 好,是最好 好,是最好 high 可以 漂亮 然後第三個動作我們會做 三個動作加在一起 第一個就是 up right roll 可以做嗎 可以 up right roll 做完 大概抓十下 側飛 好 十下 前兵局 十下 OK 側飛我們站著做 肩膀三兄弟 三兄弟 就都來 好 就是主要是針對 側三角跟前三角 好 好 站著做嗎 呃 站著做 up right roll 站著做 側飛鳥 坐著做前兵局 所以重量我們也抓一下 一隻 往下 兩隻 三隻 兩隻 三隻 三隻 兩隻 五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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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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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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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千萬不會爆掉嗎? - 哈哈! - 哈哈! -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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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啊! - 哇! - 啊! - 啊! - 啊! 好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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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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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 OK 我們剛剛 肩膀三兄弟做完 下個動作要來做什麼 固定式的飛鳥 地檢組 地檢 第一次就好 所以就是做一個重量 一樣做到十下 然後直接剪輕再做十下 OK 直接來 帥 壯 10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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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10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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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哇 好酸喔 酸酸的 所以這個課表比較偏 代謝壓力多一點點 代謝壓力多一點 然後密度高一點 然後容量算大也算大 對因為我們大概會抓到 兩到三個都是組合組 然後休息又很短 所以一個小時內 70分鐘內要跑完 先來 1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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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3 i know you i know you 刚刚看我的课表 因为我的课表都还有记录到我2020年那时候用的重量 全部都变轻了 因为那个时候在跑的时候体重应该在 应该多现在应该有四五公斤 像没跑一个新的课表 你对肌肉对神经都是全新的适应 所以一定是会从一个你比较能控制 然后相对轻的重量慢慢的去增加 那让这个增加的过程 不用急着加快 但是要是能够慢慢把它拉长 就是慢慢拉长 让你这一段时间 像我增肌期 热量摄取充足 营养充足 体重慢慢往上 训练要是跟着往上 来达到饮食 训练 修复也是 都做好 它就会持续的成长 很有道理的一句话 最简单 最简单 就是这样 好继续 刚讲到吃碎链 升了NN之后 觉得对你最大的影响 是哪一个部分 坐席 坐席 因为像 没有小朋友之前 我的坐席 其实是非常固定的 因为我把 训练跟饮食摆在很前面 但是有小朋友之后 小朋友是第一个 所以便是 有时候起床一忙 可能训练就晚一个小时 那这个时候 如果说那个时候 刚好在空腹训练的话 你又起床了一个小时了 然后你那个时候 可能又没有马上的 可能喝水或是等等的情况下 再去裂 就会有点状态有点跑掉 睡眠也是 原本都是固定时间睡觉 但是 小朋友只要 让我一下 就是两个小时往后演 隔天也影响 那你现在那么忙 跟做起那么乱的状况下 今年还会去比赛吗 会 哪一场 哪一场 目前还要锁定 本伟的 9月 9月 好 不过看疫情啊 现在感觉 希望9月可以 对希望9月可以 我也会去 看你比赛 是吗 一起比 看你比赛 看你比赛 带队 带队去 可以 换我 是吗 换我 是喔 差点强奏我的肌肉 差点多做一组 强奏我的肌肉量 可恶 对 对 不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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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 這應該到後面會出血吧 先出水 從白醬變辣醬 哇 厲害 可怕 好 那我會問你一個問題 好 目前有打三生殺害嗎 目前真的是沒有 真的是沒有 而且我現在已經養了三隻貓 我就覺得我快破產了 而且已經覺得很煩 貓相對好養啊 對啊 但就已經覺得很煩了 我就想到 哇 你有一個小孩應該會 真的超級麻煩 對 一個小麻煩 有時候看就是很可愛 有時候會想把它捏下去 欸哥哥之後不打算比賽了 應該今年就勝一場WMB了 比完就先好好再休息一下 再揚揚一下 你有想過你 上台體重最重能到多少嗎 如果是競技狀態 我希望這次上去85 但比上次再更乾 然後更 上次的 比上次體重再重一點 但是要比上次乾 如果上次上台83.5 對 這是85 然後再更乾一點 如果乾度有到的話 其實也差不多了 可是我上次跟豪哥練 他真的是 傳奇 真的 175公分 然後跟他聊 你知道他上台 最佳狀態 全身抱 抱血管 然後這樣子 踢身很低的情況下 他是95 多少 100喔 110喔 111 然後 我就哇 傳奇 傳奇 很扯 很扯很扯 我下巴掉了 快兩個我 那你有覺得他 可以這麼厲害的關鍵 我覺得基因 心態 也夠強 夠專注 然後肌肉的那個 形態 就是他的形狀也很好 再來就是他的量 我在他訓練量 跟訓練強度 一定是 結果他也跟他練過一次 你也跟他練過一次 那個強度是非常高的 就是 那麼高的強度 很多人可能 就算營養有跟上 睡眠有跟上 可是身體還是跟不上去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都是 跟基因有關 再加上他後天很努力 所以造就了這個結果 神 神 追逐 好 OK 我們現在最後一個動作 做的也是後三角 好 我們這樣做到大概十下 單一組 做一個收尾 等一下就穩定的做十下 身體稍微往前傾一點 然後往後帶 因為我們剛剛做的是 身體比較垂直 直接 水平的往後移 所以這個動作我們會 往前 身體往前傾一點 OK 我們在做這種Cable後三角的時候 最常見的問題就是 因為我們都是握這個球球 我們沒用把手 所以再放回去跟拿出來的時候 都會有一點點困難 尤其放回去你手沒有閃快一點 有時候你會被夾到 所以這個時候你就可以輕拉這個重量 讓拉它是一個平衡的重量之後 抽出來 你只要留著這個空間 就代表說你上面會留多少空間 所以你可以自己抓 只要不要這一根插膠 跑出來就好了 然後直接插到我們要的重量 放掉 這邊就有一段空間 所以在拿的時候就會比較輕鬆 放回去也不會夾手 現身智慧王 智慧王 然後再放回去 隨便 就這樣 放回去 也會怕 就這樣 就可以了 拿去 把手 一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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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站上台都不知道 但是假設去年你成功飛出去 你覺得你很有機會可以拿前三嗎 我覺得如果去年我準備的狀態 我是有信心可以前三 但是沒有信心冠軍 小蘿蔔太強了 小蘿蔔太強了 自己覺得算應該是OK 對 那很多可能像我講的 肉量不夠 可是可能可以用posing 或是其他強項 因為我覺得像去年的一些 切割度 就有比之前更好 對 我覺得真的看得出來 每一個細節都比之前好 非常的 對就是都好一些些這樣 真的很可惜 今年就看你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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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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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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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總共做了六個動作 六個動作 是嗎 沒錯 我其實亂講的 就是六個 這麼準就是666 跟我平時在做的是很不一樣的感覺 不同的刺激感 它就是讓你隨時一直保持很腫脹很腫脹 肌肉就會需要很多血液很多能量的感覺 沒錯 代謝壓力累積的比較高很快 我覺得要是你沒試過這種訓練方式的話 你換個課表練練看 你一定會有不同的感受 應該是說神經連結跟感受度也會比 一般本來那種5到8下好很多 不一樣的刺激 非常推薦給大家 課表真的是變化很多種 只要是你沒接觸過的 然後又符合肌肥大的這個 次數跟整理計畫 只要又符合就好 你要做什麼變化都可以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你在訓練當下的心態 就是你拿一個很基礎 可能現在新手在跑的課表 去給一個訓練很久的人 一個進階訓練者來走 他一定還是可以練到肌肉成長的強度 那相對的你給一個很強的課表 你給一個不會練的人 他明明可以做到8下 可能可以做到12下好了 但是他可能6下他就覺得他不行了 在這種情況下 給他再好的課表 他也不可能成長 在接觸一個新的課表的時候 除了相信這個課表之外 你也要自己是全力的去執行 那大家就相信大H牌的課表 比較有需求的話 就是把它練下去 然後每一次都是練到力竭 真的是要力竭的那種力竭 不要說自己覺得力竭 但其實還是可以做兩三下那種 那基本上就很難幫你成長上去 意志力力竭 對意志力力竭 要肌肉 目標肌肉力竭 肌肉力竭 好那今天最後就非常感謝大H 分享一個那麼棒的肩部課表給大家 我們接下來還會去了解他 賽季跟非賽季 還有他自己平時的飲食習慣 然後再開箱他的冰箱給大家看 我們就期待下去 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 我們就下次再見 謝謝大家大家掰掰 掰掰 掰掰 Cats就是Creators at Taiwan 是專為台灣新媒體創作者所打造的全新平台 可以搶先14天看到我們最新的影片 現在就下載Hami Video App進入Cats 給他看下去